大家不要小看尿布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量其实是非常的吓人的 这是我们废弃尿布的产线 那我们现在左边像焚化炉一样 它有自己的一个锄坑 一个天车系统 我们的尿布进场之后 它会到我们的锄坑里面 600吨锄量的大型锄坑 全布压设计 即便我们来到尿布回饰还原厂 站在场序内 面对沾满汇物 臭气熏天的尿布 也几乎吻不到熏笔异味 一袋一袋的进来之后 它会先经过我们的一个破袋机 它会把尿布剥出来 就把它剥碎 对 三条清洗线轮流运作 全长六米密闭的六槽式清洗系统 把脏布使用过的臭尿布 向用洗衣机清洗脱臭 60分钟内高浓度的臭氧和臭氧水 让脏尿布洗得干干净净 很多人很难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尿布它吸的水会变成胶状物质这样子 很多国家其实是一看就把它整个破碎 所以其实打破就像果胶一样的东西 跟粪物混在一起 基本上里面的材料是不可能分得出来的这样 被精心力处理的原因 因为一块尿布中塑胶占45% 纸鲜占40% 另外吸水性材料 俗称水晶宝宝的吸水盐占10%到15% 而透过这样的专利清洗分离技术 塑胶 纸鲜 吸水盐 三种物质就能从尿布中被重新还原 循环利用 那我们的技术是让它出来之后 它的那个果胶状会消失这样 会变成原来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本体这样子 当时大家比较少知道说 其实尿布外壳其实是塑胶这样 因为其实看起来不太像 尿布还原出的塑胶被投入机器 经过加工制造成再生塑胶粒 能广泛运用 像我们脚踩的这一块塑胶仿木纹地板 追溯原料就是这些废尿布 一堆尿布中能产出100公斤纸鲜 纸线湿浆集结成带就能造纸 而吸水盐的在利用 如今可是成了福岛核电厂的新救星 其实我们跟清华大学 还有跟日本的工业大学那边有合作 他们有改制成可以吸福岛的核废水的一个色 色137的部分这样子 日本福岛核电厂储存近130万吨核废水 所有核废水排进海洋前 要经过这一套多核种去除设备 透过净化处理 去掉水中的色137和490 处理过的水像这样透明无色 而其中吸附色137的材料 就能使用尿布还原出的吸水盐当耗材 日本福岛核废水就要排100吨 所以他们日本当时的都是讲说以废自废的概念这样 尿布达到全球创举 有了回收循环的可能 重要研发推手就是尿布回收厂的技术长吴贝任 过去他是清大核公所材料博士 化解替背尿布找出路 起因近是十年前一家长照中心 苦遇尿布无人收的残困窘境 当时在新竹苗核的这个长照业者 他们垃圾往北送 北不收 往南送 南不收 一路送送送送送 送到高雄才有人收 那他们那时候被charge的基本上算天价费用 焚化炉本身他就不喜欢这个东西 不是价钱问题 就是他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 设法替尿布找出拆解密码 因为一片尿布能吸收自己重量四倍的水 也就是说废尿布中四分之三都是水体 靠掩埋至少得花五百年才会分解 尿布大部分都是交由焚化炉去处理 那其实对于焚化炉来说 因为尿布这个产品本身他含水量很高 所以他丢进焚化炉之后 会导致他们的这个颅温变化过大 然后焚化炉会这个负荷会比较大 尿布里面的吸水盐 它在被烧之后 它们会变成一堆像史莱姆一样的东西 粘在这个炉子的最底部 见尿布如同见到佛地摩 偏偏这位焚化厂的恐怖情人 在人类的一生中 从小到老都得用 以内政部2019年统计 台湾零到三岁宝宝一共54.9万人 担任累积尿布量达439万片 如果加上2025年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 并入成人纸尿库 这数恐怕更可观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尿布这个议题 老龄从6570这边开始就开始使用尿布 所以他这样包起来 其实他们年龄成又到了90几岁 像我们台湾一般我们评估 尿布占所有垃圾的总量 大概占3%左右 在日本或在欧洲 他们有比较精确的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样 会占到他们5-7% 台湾一天废尿布占所有垃圾3% 如果用这个画面来解释 光看就让人打尽失色 因为一天废尿布重量达1300吨 相当于一天跌出172座101 以焚化炉一天焚烧上线1000吨来说 一座焚化炉一天都烧不完单日产的废尿布 当时我其实在这间公司成立的时候 是我刚退伍的时候 那时候我从美国读书回来 突然间就有个朋友说 你有没有兴趣收垃圾 我说蛤 收垃圾 我那时候在脑子里幻想 是不是什么核废料啊 是不是什么那种这个军武啊 那种很帅的那种特别的垃圾 他说尿布 尿布收垃要干嘛 那才开始他就慢慢跟我介绍这些想法 正当日本荷兰先进国家还在烧脑 尿布之乱怎么解 秦熙君向中了无被认的研究技术 决心投资共创业 要让尿布拆解循环再利用 从实验室走向能量产 他们自己开发产线 期望单日能处理50吨的废尿布 外加尿布与卫生棉制造厂 产出的NG瓶和过气瓶 台湾或者全世界 没有人做过尿布回收 所以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它的规范到底长怎样 法规遇到的问题就是 台湾政府或者说是公务人员 他们都依法行政 但是当你无法行政的时候 那你就无法行政了 新兴技术要落实产业量产 创业路如同走在经济 没有模板当参考 自己的路自己创 身为领头羊 创当六年间 尽管资金一度烧光 各种波折也没少过 但年纪轻轻的秦席君 坚持这条路是对的 因为尿布除了再利用能炼金 最重要的是他 能当全球垃圾焚炉的 严寿良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